其實在這個裡頭 我不曉得 屈中恆看起來是不是太體貼的老公 但座座好像應該是很體貼 非常 而且座座是那種 我們帶小朋友出去玩 他會帶頭跟小孩一起玩的人 還有他妹夫 兩個人都是輪流當那個 大魔王 對 跟小朋友 所以座座應該也是 不時的會買點東西送給老婆 不是不時 常常 你知道有一次我剛剛講的做活動 然後他那天他的車壞掉了 他就開始坐坐的車子 然後他老公就很緊張說 妳載誰 妳載誰 他說我載小貞那幹嘛 我們要去做活動 他說那妳會打開後車廂嗎 他就說我要放鞋 我當然會開後車廂 中狗 到底怎樣 他就說好啦... 其實我買了一個包包 要送給妳驚喜 但是我放在後車廂還沒拿上樓 好可憐 可是... 好景不長 怎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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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在車上 他就拿了一個包包 我就說 李佩甄 這個包包 就那個風格是他婆婆在拿的 我說妳怎麼會買這個包包 他就說 沒有啊 座座買給我了 好幾年前送我的 他這幾天剛好在問說 為什麼都不背這個包包 我就想說我就拿出來用一用 我就說妳這個包包背幾次 他說蠻多次的 我說妳想騙誰啊 底膠都還在 他那個拉力的膠都還在 我說妳為什麼會膠都還在 他說就想說給他看個幾次 我就拿去賣 因為我一直沒有拿 他就一直想說我是不喜歡 那我不想要傷他的心 所以我一定要拿幾次 有讓他看到 而且你看他老公 他說我用這個包真的好好看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哇 他買的東西我都好喜歡 他都不曉得他買的是不適合的嗎 不會 我真的覺得他買的很適合我 我覺得我在他身上真的學到這一招了 就是要給男人留足夠的面子 妳就沒有對不對 我就沒有 因為我後來就沒有再收到任何禮物 所以我不曉得 我跟男老公送我每樣東西 我都好喜歡 薛聰瑋以前有送過妳禮物 有 以前還會送包包 會嗎 會 送手錶什麼 後來之後就是都被我打槍之後 他就再也不送了 後來我就在他身上 也是看到他一個包包 我覺得這個包包顏色不是他會買的 他就說對 他是做做送我的 我說那妳喜歡嗎 他說當然 我當然喜歡 只是我自己不會買這個顏色 所以我很謝謝我老公 他讓我有機會 嘗試到不一樣的一些 你知道款 表不起骨仔 而且他都是這樣子 有一次我們在同類錄影 情侶節嘛 對不對 又是情侶節 他在情侶節 對你的傷害很大 他就是很愛在情侶節這天刺激我 那天我們剛好在錄影 錄影錄一錄 換完妝之後對不對 我們就換完衣服 他就忽然間 我要走出去 要去攝影棚的時候 我說 欸 婚姻生 我說幹嘛 他就給我看他的項鍊 裸了一個項鍊 裸了一個項鍊 然後就說就是一個鑰匙 然後他就說 妳看做做送我的 我昨天跟他講說 老公妳送我這把鑰匙 那我就 我真的把前一天的宵夜吐出來 就 今天有戴嗎 我今天沒有戴 妳又拿下來了 妳怎麼可以沒戴呢 今天有飛他送我的聖誕節禮物 聖誕節禮物也是 一來我就說 妳看我的聖誕節禮物 因為沒辦法 我每次什麼節日 我都在跟他工作在一起 而且他都是我最好朋友 我一定會跟他看到 妳有送妳老公禮物嗎 有啊 對啊 都用他自己 比如說今天吃飯到一半說 我今天要早一點回家 我們就說那妳幹嘛那麼早 他說因為我昨天收到禮物 我今天總要回饋一下 對 對 我用他最想要得到的東西 對 這是應該的 對不對 做老婆 自己的職責也是要顧到 對不對